陈艾森和曹元 奥运冠军的强强联手 陈艾森 广东海印 曹元 北京水立方 101B 走 走 来 走 主化效果控制的还是非常好的 技术分 9分 9分 9.5 9.5 9分 同步分 9.5 9.5 9分 9.5 9分 行员还是需要把分数还是非常不错 对 还是需要 当中呢也是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女运动人斯雅杰还有贾东锦 这都是刚才比赛参赛的选手还有杨浩 好 我们看看我们的冠军组合的第二跳 走 走 走 其实同步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曹元的水滑效果还差一些些 如果水滑效果好一点的话可能这个分数应该会是非常高分的一个动作 全部9分 时得分 54.60 感觉曹元这个入水的这角度还是很不错的 对 这个带一下可能是带的一下而没有收住 其实现在对于压水滑这项技术世界各队实际上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好 看一下陈爱森和曹元的第一个自选动作 307C 反身翻腾三周半 暴息的一个动作 难度在3.4 3.4的难度对南海来说不是很难 好 啊 陈爱森水 呃 陈爱森还可以 还可以 曹元的水滑 他处理的还是欠了一点 对 曹元起跳稍微有一点点远 所以他打开完之后没有带下去 因为开得有点早 他是能力非常强的一位 同步分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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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他这个动作如果水滑效果控制好的的话 应该会是一个比较高分的动作 但他应该是背部有伤 年轻还可以再多锻炼锻炼 是 陈爱森从他们的排位来看 他们的预赛发挥的应该是不错 对 207B 来 陈爱森和曹元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第四个动作 是207B就跟上一个动作相比呢 就提升了一个档次啊 就由暴息改成了躯体 难度起数也高了0.3 好 漂亮 非常好的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是比较高规格的一个动作 我们来慢进回放来看一下他们的细节 同步还是很齐的 打开也都在一个角度 对 两人水滑压得都不错 尤其是陈爱森 对 陈爱森参加过奥运会 所以还是能看出他在比赛的时候 可以把他最好的动作跳出来 一般高水平运动员的话 尤其是参加的 其实跳台选手来讲啊 14 15岁出成绩也是很正常的一个 对 事情 像我们大家很熟悉之前 像福明侠也是 14岁就拿到了奥运会的冠军 对 所以规则改了 要16岁才能参加奥运会 所以大家这个竞技状态得再多调调 这个动作陈爱森的水滑稍微大了点 稍微有点没有压得下去 但是他们空中翻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而且入水角度也都非常好 还是翻的非常轻松的 而且空中还是比较同步的 曹元这个手滑压得还不错 8.5 8分 8.5 8.5 10得分 94.35 这个陈爱森如果手滑再压好一点的话 应该是分数会比较高的一个分数 现在这个没事 你经常来我们跳车馆看看训练 没事 咱们内外行同时来欣赏一下 最后的 曹元和蔡海森的这个动作 我们希望他们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完美的表现 五二五五币 喂 走 漂亮 这一跳是完成的非常好的 而且空中的同步也是很齐的 可以看到他们的转体是转体的转得非常快 而且打开呀 8.5 8.5 8分 能看到他们的打开是在非常高的一个高度上 陈爱森的手滑效果处理的差一点点 本场比赛结束 几谈判员 发现就是一个稳定性啊 今天陈爱森和曹元的动作是所有五队组合里最难的 同样发挥同样也是最稳的 这就是说你一位运动员一队组合 你在某一跳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发挥 其实可以做到的 你在一场中可以做到 但是你能稳定的不失误 不出现大的问题 坐下来还是说明你的功力很深 对 所以还是参加过大赛的运动员还是不一样的 他是会知道怎么去应对